天還沒亮 常常人龍就已經看不到盡頭 每年龍山四點燈都吸引大批信眾提早卡位 今年小椅子 躺椅跟被子全都沒少 今年白八天吧 親朋好友就就在這裡來著這裡 當初是為了小孩子 為了媽媽來點鑰匙燈 車夜排隊就是希望為新年討個好兆頭 但現場人潮真的太多 消化起來並不容易 1月8號第一天 800個號碼牌 在短短40分鐘就全部發完 現場可以看到民眾正在等著叫號 準備要繼續填寫資料 一一填入資料為點燈做好前置作業 不同燈種求的內容也不盡相同 最常見的光明燈求的是學業事業順利 今年最快額滿的鑰匙燈 民眾則是求取消災嚴壽 民眾也可以針對錢財平安或吉祥 選擇相對應的燈種類型 屬兔屬雞的民眾則建議要安太歲 我們一天工作量大概是800號 所以我也期望說大家 明天後天大後天都可以來 不要再接在除夕之前 應該點燈都沒有問題 龍山寺統計 目前點燈數量已經來到25萬多人 廟邦也將人力從三四位擴增到十幾位 國立民眾除了現場排隊可以多多利用線上點燈系統 台北松山奉天宮 雲林北港朝天宮 今年同樣開放線上作業 就是希望藉此疏散排隊人潮 既然等一下 能消防部場 Corinth山奉天宮 欣賞 改正 ?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